你這輩子就是碰到我廖老大低兔 我就注定 把你壓到死為止 你碰到我就好像見到鬼一樣 為什麼我0到10公里就是輸 你就是輸 你後來去查一查 你造假 因為我在成績一傳輸給他看 沒關係馬上說負居子 你看清楚沒有 這有問題好不好 如果把車牙鎖在車上 這台車你怎麼開都不會負居子 除非倒車 你起跑倒車 你的前10公里能夠世界第一嗎 你知不知道從R檔打到D檔 都不止0.15秒 我現在告訴你 台灣人沒那麼好人 捷迷貴你造假被我抓到了 你真慘 我現在跟你說 你這輩子就是碰到我廖老大低兔 我就注定 把你壓到死為止 你懂我意思嗎 你碰到我就好像見到鬼一樣 你這輩子他碰到我 你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我告訴你 你的8.93秒 我照樣給你打臉 照樣刷給你看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你是假照的 你的8.93秒是假照的 第一個為什麼他0到10公里是負居子 來車牙公司解釋一下 你的機器有問題 負居子你也接受 負居子 這輩子車比賽的時候 有倒車你也接受 你不認為機器有問題嗎 這種這種成績你能接受嗎 車牙 再來 你的車牙裡面最快已經包含 破世界紀錄的0到10公尺 0.15秒 這已經是破世界紀錄了 破世界紀錄 現在世界紀錄最快是0.19秒 我說我談到XXX 都快留下來才有0.20秒 結尼規沒有上膠 沒有胖胖胎 換0.15秒 比世界紀錄還快 車牙 就算他有這個能力 那我車牙我問你 他這麼快的速度 只有用掉0.15秒 跑了10公尺 為什麼他居子是最小的 車牙你告訴我 為什麼 起跑速度是世界第一 起跑居子是最小的 車牙你告訴我怎麼回事 這邊有很多人在坐車聽得懂 我要之前講什麼 應該都聽得懂吧 沒錯吧 造假的紀錄 丟臉 在研究你的成績研究了好久 為什麼我成績沒有辦法做出這樣子出來 為什麼我0.10公尺就是輸你 就是輸你 後來去查一查 造假 結果我在成績傳出去給他看 沒辦法 馬上說副居子你看清楚沒有 這有問題好不好 副居子 我公司就開始試你的東西 才抓到原來你是用丟的 你是車子在走了以後 移動中的時候 車子已經開始起跑了 你空轉的時間已經沒有了 開始衝了 你才黏上去你的自己的東西 所以那一刻 只要一感知到你的0到10公里 直到0到10公里 只有0.15公里 大家都是原地進食 開始空轉 要空轉一下時間 空轉個0.7秒 然後再衝出去 你的那個空轉沒有進到成績 你車子已經完全抓地 衝出去的 你才黏上去 那一刻黏上去的 所以你是0.15公里 還有你黏的時候 稍微往後面移一點點 幫你黏的人 或幫你丟東西給你的人 稍微往車後面移一點點 大概移額差不多這麼多 十幾公分 黏上去的收到往後移10公分左右 所以產生一個負居值 負居值是這樣來的 如果把車牙所在車上 這台車你怎麼開都不會負居值 除非倒車 你起跑倒車 你的前10公里能夠世界第一嗎 你知不知道從R檔打到D檔 都不只0.15秒 你從0到10公里 你竟然能夠開出0.15秒 然後還有一個負居值 然後你的居值還是最小的那一個 我現在告訴你 不要惹台灣人 好不好 我現在告訴你台灣人沒那麼好人 我現在再告訴你一次 我不只會刷你的成績 我還把你的成績造假講出來 我讓你知道台灣人不只是有那個能力 還有那個腦子 你可以偏偏你們內地的那些 在那邊傻傻XXXX 你騙不了我 廖老大